日本一百一十二岁神秘老头来中国踢馆 扬言必须打死八百名中国拳手才肯收手 真的是非常的疯狂 非常的欠打 大家好我是小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世界比武大会 中国对日本男子综合格斗大战 视频中左边的这位来自我们中国广东的小伙子 王莽 今年只有十六岁 好我们看一下 王莽现在已经把日本的老头 神秘的老头打倒在地板上 疯狂的怒打 对方的脑袋已经被打出了心血 现在被压在地板上的这一位 就是来自日本的长岛太郎 他今年已经是一百一十二岁 是一个神秘的老头 来到我们中国 一场比赛没有打 张嘴就说要打死八百人才肯收手 应该是脑袋瓜子袖抖了 脑袋瓜子出了问题 要多吃一些 多吃一些精神疾病上的药 老糊涂了 双方的比赛已经打过去了一分钟 仅仅一分钟 我们的王莽已经把对手脸上打开了花 打力侧踹腿 中扫踢爆肝 王莽的腿法让这个眼前的日本老头 根本没有力招架呀 无力招架 又被打倒在地板上 王莽齐承在对方身体上 从上往下狠狠地爆锤 看似是想把对手放起来 实则是来了一个从天而降的拳法 狠狠地打中了对手的脑袋 再来一拳 这场比赛太精彩了 地板上的鲜血太多太多了 胆小一点的观众都不敢看了 双方恢复到战力 王莽还是得势不饶人 继续往前压着打 小心 对方这种转身边拳打得也不错 打一个从天而降的拳法有没有 怎么回事 王莽的脸上王莽的鼻子上 好像被打开了伤口 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抬高 哇 这一波打击简直就是梦幻般的操作呀 哇 我们需要看一下精彩的半镜头 王莽来了一个夺命勾选 直接把对手KO 然后压了上去狠狠地暴打 这么 这么狠的一波打击 我相信啊 日本的长岛太郎 他很难救活 即便是救活 他也需要去医院好好的抢救 哇 恭喜王莽为国争光 让我们为他欢呼喝彩点单转发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会召唤一次 看来 one guy got the finish, but neither guy should be disappointed in their performance